本集由我们要小心骗子协会赞助播出 艾文混迹在美国的资深骗子 靠着不太高明的骗术混饭吃 希德尼 艾文的美女搭档花瓶还是带刺儿的 影片开始 骗子艾文在美国建议这几家洗衣店 和一家挂羊头卖狗肉的空壳贷款公司 这一天他遇上了他的挚爱 脱衣舞女郎希德尼 这男人啊 有了点钱以后呢 就喜欢拯救陷入水深火热环境的女性 艾文当然也不例外 两人随后一拍即合组成了骗子搭档 然而即使常常和希德尼滚床单 艾文却总是要在事后爬起来滚回家 原来艾文是一个有妇之夫 而且还是个好男人 这话说起来怎么感觉怪怪的 虽然艾文在外头是个骗子 但其实却是个七管爷 而且深爱着妻子和前夫所生的儿子 大概是艾文觉得希德尼是自己的真爱 艾文坦率地向妻子罗瑟琳提出离婚 结果罗瑟琳微微一笑 施展了床头分手床尾和的技能 对罗瑟琳的妹公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艾文 只能继续维持着和罗瑟琳的婚姻 然而好景不长 艾文和希德尼很快遇见了探员身份的李奇 李奇假装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青年 还假惺惺地装着受了两个人的欺骗 却最终把艾文和希德尼抓回了警局 李奇提出只要他们帮助自己再多抓几个骗子 那么就可以放两人一马 两人无奈答应 结果在诱骗骗子上钩的过程中 却不小心结识了市长麦卡因 野心勃勃的李奇马上赫尔蒙沸腾 他想把这个抓骗子的任务 升级成抓贪官的游戏 因为那样他能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 然而在哄骗对方的过程中 艾文和市长麦卡因却成为了朋友 艾文发现麦卡因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贪官 他所做的一切根本不是为了私利 而是为了解决地方上的失业 造福一方百姓 总之麦卡因是个理想主义者 艾文想自己虽然是个骗子 但也是有良心的好喵 他越发更加不愿意在诱骗市场 可是李奇却不依不饶 因为他已经开始做他的升官发财梦 在红遍市场麦卡因的过程中 由于谎装要投资建设堵城 这也吸引了前来要分一杯羹的黑手党 然而艾文心里清楚 得罪了贪官没关系 得罪了黑手党 那可是要丢小命的呀 艾文就想赶紧脱身 却已经骑虎难下 为此艾文只能利用了此时 已经和黑手党干部 没脸眼去的妻子罗瑟琳 又设计了一个局中局 总之故事的最后 警察们只有证据起诉市场在内的几个贪官 而黑手党 因为罗瑟琳走漏了风声 自然也就实相出局了 并没有被牵连 也就没有展开血腥的报复了 而艾文也利用了这个局中局 巧妙地为市场争取了减刑的机会 更为自己和西德尼争取了自由的身份 至于那个野心勃勃的李奇嘛 在一切都沉埃落定以后 却被踢出了局 快歌只能说 这很符合美国电影里角色们只要自作念 就一定不可活的规律嘛 美国片局于2013年在美国上映 该片不仅获得了第86届奥斯卡最佳电影的提名 还展获了第71届 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音乐 喜剧类最佳电影 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三项大奖 而获得女配角大奖的 正是在片中饰演男主角妻子 且被中国观众熟知的女演员 大表姐珍妮福·朗伦斯 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 最佳女主角妻子